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歡迎收看 超後悔生病 這些診療超可怕 她一看到那個椅子 她說我要躺上那個椅子嗎 拿一個壓嘴出來 她一問說 這是什麼 整個都太崩壞了 做個肛門的植診 她突然非常的緊張 她就夾住了我的手機 你這樣緊張 我們兩個就在打盒 弄得我也很緊張 好害羞 就開個三次 出品說 有人開的座椅子 不時不時就很焦慮 病房的都快崩潰 因為一直按鈴 媽媽看見有心魔 什麼診療 讓他們一進診間就想逃 今天節目邀請到 六位好神醫師團和三位來賓 分享最驚悚的看診經驗 到底什麼樣的診療過程 這麼可怕 驚嚇內容馬上開始 小朋友看醫生會害怕 是正常的 是 有時候呢 不只小朋友害怕 連爸爸媽媽都害怕 我是有一次碰過 印象中很深刻 是一個小朋友打針 然後那個小朋友在那邊 然後旁邊一個爸爸 他是一個混血人 所以爸爸是一個 非常強壯的白人 在旁邊就說 說 It's okay It's okay baby It's okay I'm here 它倒了 很多人會怕血對不對 怕爭 對啊 一百八十幾公分白人倒 我們現在 我們小兒科耶 不再會救自己這麼大隻的事 怎麼辦 把他扛出去啊 就只好 因為畢竟女孩 一定把事情處理掉 很可怕 其實有很多狀況呢 不只小孩 媽媽也會覺得 我超後悔會生這個病 因為之後的檢查或是醫療的那些過程 都很可怕 或者是覺得 對不對 所以小孩媽媽有這些心魔看診的時候 很多的害怕會讓狀況很多 大家有沒有遇過這種狀況 很多 因為我常年拍八點檔 然後我第一次拍第一檔八點檔的時候 因為我整年 一整年度 我幾乎都是沒有在睡覺的狀況 可是因為你看 那時候身上腺素飆升 這樣撐了一年 你都沒事 直到後來你開始休息了以後 然後可能一個月過後 身體整個放鬆了 所有的病症都上來 然後反覆 就一直反覆感染 然後你知道 那時候我也離了婚 中間也都空窗期 我根本沒有任何的對象 那你又反覆感染這件事情 可是我六分鐘護醫生 我也都每一年都有固定在座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那我就去 只好厚著臉皮 就去找醫生 那一次 兩次 那我找的那個醫生 她是女醫師 那好巧不巧 我也都不知道說 她到禮拜幾 但我每次去掛號都遇到她 然後當我去了第二次第三次 她就跟我說 香香姐 我是不知道妳是在做什麼的 但是 一定要固定對象 女生 對 她這樣有一點不禮貌 非常好 她不知道妳在幫她點檔 妳怎麼在拍照我嗎 她可能不知 她可能不知 她看電視不怕 對 然後 後來你知道 就是第一次我去看完了以後 就是我們第一次 就是會拿藥 然後在第二次 就很短期內 我們又再去 然後其實她在幫你內診的時候 之後 我就曾 就在同一家醫院所 但是他們那個院所是 都是女醫師 我就特意選了另外一個女醫師去看 然後 我就想要 當她在看我的病歷的時候 我就跟她講說 我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我不知道是怎麼了 可是 妳自己先說 對 對 因為我就是 那還好是女醫師 妳如果跟男醫師說 我已經很久沒有進去 她會懷疑我想幹嘛 開門見張就講什麼 我結合了不少 那我就會問她 你會已經幸福嗎 不是啊 不是這樣啊 妳看女醫師人太多了 我們男醫師人比較少 所以我們會不留她 真的嗎 而且我覺得男醫師好像那個 沒有啦 有時候真的 那個醫師其實真的看診太累 太累 有時候一個診看了才五十個 六十個 那其實有時候可能 口氣稍微差一點 不過我覺得醫師大分 應該是五星的 對 可是我後來找那個女醫師 她也很棒 她就是不讓我講完 她就跟我說 小女生 那時候她就不知道 她叫你小女生 她就叫你小女生 她就叫你小女生 所以她就像一個媽媽一樣 跟妳講說 小女生妳別擔心 她說其實我們每天門診 光是看這個問題 太多了 女孩子都會 而且你看妳那麼累 因為她可能有看到我的戲 她說妳那麼累 然後就算妳不累 有時候人的身體會失衡 這都很正常的 妳別擔心 好溫暖喔 妳就會覺得 累瘋了 對 我又累瘋了 對 光是老實說 我們在婦產科要內診的時候 其實很多女生都會有點 害羞跟抗拒是真的 其實早期婦產科有點被污名化 大家好像看婦產科覺得走進去 要嘛不是就懷孕了 要嘛是 妳是不是又是得了什麼病 對啊 對啊 像我之前我們就看到那種很年輕 二十出頭歲女生 要來做檢查 那其實婦產科檢查一定基本的 已經是要做內診 對 一定要做超音波 那這個小女生遇到這兩個檢查 真的就讓她快崩潰了 那第一次她是 我們因為人很多 我就先安排超音波 因為一般大家知道 小女生做超音波比較特殊 一般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看病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太敢直接問說 你有沒有性行為 其實不太禮貌 我們都會 很中 好朋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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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們有一些自己的那個 你知道好朋友 對啊 還有我們會說 跟那個 對 醫師就會那種很特殊的語言物 那其實大家就會要 那其實後來我們看年輕女生 有時候不太敢直接排 音道超音波 因為音道超音波會比較特別 我們就說好 你先排超音波 那我們護士就拿一個紙杯給她 你說你去狂灌水 那個女生也搞不清楚 為什麼要灌水 好 OK 等她這個做完檢查了 那其實她有過性行為 其實是可以做內診 那只是說有時候看到 那麼長的探頭她也會怕 然後她回到我們的診間之後 她接著要做內診 那內診她一進 護理師又叫她說 你到內診室 她一看到那個椅子 她說 她突然跑出來說 護理師 我要躺上那個椅子嗎 因為那個椅子 大家可能做過副檢台 應該知道 那個椅子就是 腳張開 那就一點很害羞 然後其實台灣比較好玩 台灣其實我們上面 還有一個簾子 都會把你遮住 那其實她掛上去之後 那有女生就很緊張 腳夾得很緊 因為腳很緊 我們沒辦法做內診 然後我們就要坐下來 那護理師就旁邊 拿一個壓嘴出來 她就問說 這是什麼 整個都快崩潰了 然後我們都很 跟她解釋說 這個壓嘴是要慢慢 放到你的陰道裡面 再把它撐開 我才能夠看到 裡面的子宮頸 才能做膜片 才能做檢查 你做內診 你越輕鬆 其實肌肉越放鬆之下 比內診越不痛 你反而越緊張 去用力夾緊的時候 我們那壓嘴一撐開 你就痛得要死 是這樣子 其實真的不要逃避內診 因為之前曾經有一個醫生 她就遇到一個女孩子 那女孩子就是 她從來都沒有過性行為 那所以說她在一直有 異常出血的時候 她就一直在覺得說 自己只是亂經而已 她也沒想那麼多 可是後來其實她心裡 也有點感覺 因為那個出血的情況 真的很不對勁 可是她就一直覺得說 那可是我手生如玉 那我根本就沒有 任何的性行為 我不用去婦產科 因為婦產科要內診 所以她是拖到最後 是他們家人帶她去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她那時候已經是 不但是她是子宮 她認為說 人家不是說子宮頸癌 要有性行為才有 可是子宮不是只有 子宮頸癌這一款 還有其他癌症 所以她那個時候已經轉移 醫生說她從 真的 這個我解釋一下 蘇姬姐好 因為一般子宮頸癌 真的是性行為才會 可是你的子宮內膜癌 跟卵巢癌 必須會 跟性行為有關係 所以有時候你的內膜 有的子宮出血 可能是內膜過後 而變成內膜癌 這個跟性行為 就沒有關係 這個反而是跟一些 荷毛的刺激有關係 所以真的要好好溝通 對不對 對 像我們門診遇過大概 五六十歲來 就是很明顯就是散氣 就凸了一塊 然後一推了就回去 推了就回去 可是有時候 病人就講說 有時候他自己推 不見得一定推得回去 可能都要來醫院 我們幫他推 可是如果是長期 這種情況之下的散氣 還是有可能當今 腸子整個卡住 整段壞死 要整段切除 所以就會見病人 還是開個刀 那病人開刀的時候 我們就要溝通 現在流行 醫病共享決策 要告訴他很清楚的 醫療的訊息 可以的選項 我們講得好仔細 然後講完之後 其實這都沒用 他還是要問他家 觸兵比較重要 觸兵說 你不可以開那個 開那個了人 你開百度 待會切到檔子 回去要怎樣 又一個觸兵講說 那個上面 有人開那個 他就 其實他的講法就一大堆 結果那時候他就開始 不吃不喝就開始很焦慮 可能剛好看到佩琪姐的八點檔 又演到很嚴重的 就剛好什麼生病 然後後續住院 結果就再也出不了院之類的 現在就自己內心的焦慮 就越來越多 整個禮拜不吃不喝 坐在電視前這樣子 一直落淚 就開個三七 然後一般講 我們只吃腹腔鏡 下去小小的手術 很多人甚至當天可以出院的 對 結果最後組織醫師那些 全部人受不了 前一天護理人員就說 可不可以給他 找上第一刀 因為全病房的人都快崩潰 因為一直按你 我覺得這裡好痛 我覺得胸口好悶 他太緊張了 然後結果就 得天第一刀開完 一出來之後說 好像沒有怎麼樣 好像很輕鬆 不痛 我可不可以出院了 然後就開始吵所有人 說他一定要當天出院 全部家屬崩潰覺得 所以他就從頭到尾 自己下自己行 可是會很緊張 像欣寅姐 我因為講那一件事情 我之前懷我女兒的時候 就有一次去參見的時候 就照那個超音符 然後醫生就說 你知道卵巢裡面 有一顆雞胎流 而且還有點大 然後我回家搜尋的時候 還發現就是 因為他在我肚子裡面 很久了 所以他有可能會長出 牙齒還有頭髮 什麼意思 就很像 就很像一個異形 而且還是萬年的異形 我現在會講 那他算是一個 沒有發育完成的胚胎嗎 他不算胚胎 那除了長牙齒跟頭髮 因為他是卵巢 你看卵巢的卵子跟精子受精 會成為一個個體 所以他的胚層分化是很早的 所以他可能 反而會長一些牙齒頭髮 我們有時候開刀拿出來 你會看到頭髮 看到脂肪 牙齒髮 我們反而放心 因為這個 反而是說 裡面有分化的 那個叫二性的雞胎流 不過的確那個是要處理 對 然後他那時候 醫生就說滿大的 可是因為我已經懷孕了 然後他就說 不然你就先生下來 我們再看怎麼辦 我看這顆雞胎流跟你 就是和平共處這麼多年 那不然你就先生好了 之後我生完了之後 我就想說前年 趁著我老公有放假 我就想說 還去醫院處理一下 一個萬年寶寶 然後醫生你就很 就是很有耐心地跟我講說 不會啊 只是小小的內視鏡手術 只會在你的肚子的下膚部那邊 開三個小小的洞 可能會有痕跡 但是就不會影響你 穿痺漆 可是 醫生這樣子講 我們回家還是一定會 拚命地要去問 Google 對 然後我就很緊張 我就開一 就是開刀的前一天 我就一直Google 說會不會有侯儀症啊 會不會有什麼 就是如果開不好的話 會怎麼樣 就越看就越緊張 結果還好就是 是還滿順利的 結果 開完了 而且這事實證明 就它不是一個很需要緊張的 我好像第二天我就出院 其實還滿快的 所以真的還沒有很需要緊張 可是真的妳進去之前 又會聽到什麼囊腫啊 會覺得很緊張 可是像譬如說這種 婦科的很緊張 有些其實也是關於下腹部的 肛門那個也會讓大家 其實說實在我們肛門直腸外科 大部分的時間看的不是大腸癌 大部分看的疾病其實是 那我們之前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有一個媽媽 她來到了診間 已經鼓起她的勇氣來 可是她來的時候 她就坐下來 然後說醫師我有帶 我的手機裡面有照片 我給你看 然後我就很有耐心看完說 好 我看完照片 可是我還要看現場 這樣 還要看現場 看現場 然後說那就是要內診 我說對 我們要內診 那我們的內診姿勢是 請病人會測躺 測躺了以後 吞下了下身的一褲之後 我們就幫她做個肛門的直診 因為我們通常 在做內診的時候會做潤滑 然後如果這個潤滑劑 能夠是溫的而不是冰的 病人又會再不緊張一點 但是那天那個媽媽 我替她加熱的這個潤滑劑 也是溫的 也做了這個內診 然後其實進去的過程 也很順利 但我手指頭要出來的時候 她突然非常的緊張 那這位媽媽的下身 稍微有一點分量 然後當下我真的很尷尬 然後媽媽其實也很尷尬 她就一直說醫生 對不起... 我說妳不要緊張 妳說妳這樣緊張 然後我們兩個就在拔河 這個... 這個... 這樣更緊張 更緊張 然後我也很緊張 好害羞 所以當下就是 我也面紅耳赤 她也面紅耳赤 終於我把她的... 把我的手從她的那個肛門 拔出來 手套還在裡面 怎麼會啊 好... 我手出來了 可是她有沒有說 手套還沒出來 還好 當下真的是兩個人都面紅耳赤 但是我覺得還是很鼓勵這個媽媽 踏出她人生的第一步做檢查 然後她就跟她說 有沒有比妳想像中不可怕 她說有 我說那妳就知道了 以後如果這方面的問題 我們來檢查妳 心裡有準備 她說對 其實最怕的就是 那其實很多狀況有時候 都會覺得 那下面有孔 上面也有孔 就是防不勝防 你們都喜歡 從很多地方開始做檢查 以前比如說胃鏡的話 好像是一些比較可怕的 很多人像說 光吞那個東西 都會吞得很可怕 對啊 其實我們腸胃科醫生 最常做檢查就是胃鏡 我之前就遇過一個媽媽 她就是對胃鏡有莫名的恐懼 然後她第一次來就說 她胃痛了兩三個月 那平常我們超過一個月胃痛 就一定要做胃鏡檢查 但她不敢照 所以我們就先幫她做超音波 然後抽抽血什麼都做 就跟她妳這個都還好 這樣子 那最後還是鼓起勇氣跟她說 妳要不要考慮照一下胃鏡 她一聽到就 這樣整個就是 妳說什麼這樣子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照胃鏡這樣 我跟她說 沒關係胃鏡就是 我做的話 因為我還滿溫柔 一般給我做不會舒服 一邊都做體很溫柔 然後我會教妳怎麼呼吸 讓妳整個過程很順利這樣子 然後就後來就來醫院 然後就排隊 因為胃鏡很多了 就要抽號碼排 那剛好那天就排得很後面 太晚來了 結果她就坐在 等待區等 然後就 越等越緊張 越來越緊張 因為她坐在那邊一直聽到人家 不是 她本來不想吐 在那邊就聽到人家 她就覺得 對 第一鏡 坐第一鏡這樣子 結果後來她忍不住了 她就跑來櫃台 跟我們櫃台下來說 我跟你講我現在頭很暈 妳要不要幫我量一下血壓 那我們有血壓機 好...趕快幫妳量 正常嘛 然後她說妳再做個休息 馬上快要輪到妳 然後再過一下 我跟你講真的不行 我跟妳講 妳幫我量一下血糖 我覺得我踢血糖 我全身都不對勁 然後我跟她說 她開始一直出招 我們衛進室沒有血糖機 結果開始就要找小姐去 趕快去樓上借血糖機 然後要幫她測 測完又沒事 然後接下去半個小時 她要說 結果後來 好不容易輪到她了 就把她請進衛進室裡面 那我們衛進要噴麻藥 喉嚨要噴那個麻醉藥 那個麻醉藥味道不太好 辣辣的 就跟她說 我們現在要幫妳噴麻醉 會有點辣妳忍耐一下 一噴下去 不得了 跟她有一個 然後就開始就不對了 就快要在衛進室 又倒下去了 嚇死了 趕快把她再拖去麻醉室 然後請她躺在那邊 然後她就在那邊 妳就跟她慢慢喘... 一個人 結果臉色發白發黑 發青又發白發黑 最後她就 結果最後她手麻腳麻 頭暈想吐 變成那一天到最後的最後 搞了兩個小時 還是扭開 還是扭開 對 然後我就跟她說 那妳乾脆妳就 下次妳就無痛 無痛 妳就無痛再來就好了 對啊 那所以後來她就 只好就先回家 就緊張到完全沒辦法檢查 不過我是覺得 這兩個 本來個性就是一致的 就是這麼緊張的人 才會胃痛 真的 就這麼緊張的人才會胃潰瘍 所以搞在一起 根本就同一批人 對啊 像素晶這種大樂化之類 她都不會胃痛 但是我也不大想做胃器 但是我必須說他們肝膽腸胃科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檢查 有時候更錯 因為這畢竟這些都沒有見血 那之前呢 有一種檢查就是 有一個阿伯 他就是在那種例行的檢查裡面 就發現 好像有一些肝功能的異常 那肝功能的異常 後來又發現說 好像有那個B肝的代源 那以前就是發現有代源 然後肝功能有異常 那可以用健保的比較 一些好的新的藥的時候 必須要有一件事情 就要 因為我必須看你切片 然後研判你那個情況 所以那醫生就跟他說 我們可能安排一個切片 切片之後 這什麼情形 我們現在有很好 可以幫你控制你的病毒 記得你不用緊張 這怎麼樣 結果呢 說完這個事情之後 還不然肝臟切片就沒了 不來之話說 後來再看到這個阿伯 其實是肝癒化已經滿嚴重的 甚至都已經到有這種濕帶場了 然後很嚴重才來 然後就變得相當的難治療 所以我實在跟大家提醒 其實後來健保局 有比較人性化一點點 就是你不一定要切片 他也會給你要 那我現在為了服務大家 我跟大家講 現在還有更方便的方法 你好棒 那現在有一個很簡單的 免費的APP 如果 它叫HCV HCVIE 很簡單 它只要它的兩個肝功能 再這樣寫小板數 再這樣數 你的年齡輸進去之後 這是一個肝病研究 學會他們推出來的 後來發現 這樣子就可以知道 它的肝纖維化的指數 那麼厲害 就是它幾乎它的嚴重度 是到哪一級 只要計算就知道 那你這樣子這個時候去找醫生 甚至他們 如果你真的很害怕 現在有新的 就是其他的器材可以合併 他已經不用切片 也可以拿到最好的藥物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 尤其是家裡有那種 55歲以上這一群 很多 當年共用證據 我們都 當年的醫生 一隻 拿牙肉裡面 都要針回去 有些地區比較多 我覺得大家真的不要太怕 如果真的很怕 現在有新的方式 就可以自己先測量 參考看看 那我這邊 我這邊補充一下 剛剛那個APP其實是 那假如你是B肝的話 就不可以用這個 就因為B肝它跟吸肝的 那個病毒的 病毒學的行為 就比較不一樣 B肝不是一樣 也是抽血就可以驗得出來嗎 對 B肝它可以用抽血 但是像這種纖維化的 這種指數指標 在B肝它測起來 檢測會比較不穩定 跟吸肝就不一樣 吸肝就可以達到很精準 可能已經到九成到九成五這樣 但是B肝相對來講 準確度會比較差 不過這是大人的啦 小孩子其實 小孩子很多害怕的東西 當然都會覺得 這有什麼好怕的 我跟你講 他真害怕 整間那個 其實我們小兒科 因為面對的對象是小朋友 所以不必要太複雜的檢查 有一個東西就可以嚇壞 三分之一的孩子了 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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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連我自己在診所裡面 我也曾經這樣子 輕輕的勾一下 吐出來喔 好險還有蓋頭 騙了你的眼鏡沒有鏡片啊 所以如果沒有鏡片呢 也會直接噴進去 真的從頭到腳 全身都是嘔吐物 那我們當然其實小兒科醫生 都有習慣的啦 衣服都有兩套在診所 連鞋子都有 所以媽媽就說 不好意思... 我這孩子看喉嚨 都會很不舒服 那所以我都會建議 爸爸媽媽 如果孩子稍微大一點點 在家裡面 就跟他玩一些這個 看喉嚨 看醫生的遊戲 看喉嚨遊戲好奇怪 醫生 看喉嚨 嘴巴稍微啊一下 讓他有一點心理準備 不過很多玩具組 是醫生的 真的有... 量耳溫 然後給藥 然後什麼動作都有 可是會不會小朋友 玩習慣以後去診所找你是 也OK 就說互相看一下 多年前曾經有一個孩子 他非常堅持 如果我不給他看嘴巴 他就不給我看嘴巴 所以我們小兒科醫生 是非常能夠配合這些事 剛剛柔子醫生說的那個方法 因為我們家也滿多那種醫生 尤其是女孩子 都很喜歡玩醫生組 所以他對那個舌板是不怕的 可是他非常的怕打針 然後前陣子的時候 因為他就是得了那個煤將菌 可是他那時候還沒有 因為他拖了好幾個禮 就是一直沒有辦法確診 為什麼會一直感冒都不好 然後稍稍退一退 然後我們帶他去大醫院看 就發現好像醫生就說 那不然你去抽血 我覺得一聽要抽血 這個關鍵字就是 而且他是從整間 因為是大醫院 從整間一路哭啊 滴啊 鬧啊 然後一路到檢驗科 然後我跟我老公 然後一人架一隻手 然後就是一人架一邊 然後護士小姐把他手這樣捏住 然後呢 因為一直推啊 然後我們就在把他抓住 然後護士小姐就 就去雷不及耶 然後這樣砰 打下去 結果我女兒看到那個血流出來 更崩潰 然後他因為那個護士要用那個 就是管子去吸那個血 他其實需要一點時間 對 我女兒就一直在那邊 然後一直碰 挖著扭 然後我跟我老公 就在旁邊一直抓 可是其實你也不敢抓太用 你也怕弄傷他 其實大概就是十秒鐘吧 可是我覺得他有幾十分鐘 你要把這本書轉送給你 就只有這麼痛 像一夾夾到你 對 可是我想說 黃醫師 像遇到狀況 你覺得應該讓小朋友知道 如果他真的那麼怕抽血 你可不可以跟爸爸滿抽 那我們先去那個一下 其實應該前一天就要啦 然後當天再缺人 像剛剛講的媽 做得很好吃飯 她沒有跟小孩說不痛 她說就像橡皮筋彈道 因為你如果今天不告訴他有多痛 他就會無限上肛 有非常非常的痛 非常非常的痛 痛到跟生小孩一樣痛 像生肺無限 讓孩子知道說 原來疼痛是會有 但是會有一個上限 然後我們剛剛講那個 其實是認知心理學啦 就是說你今天所有的 恐懼的行為 其實你只要把那個腦袋 扭過來之後 他的心跳也下降了 血壓也下降了 他其實就不會有這麼多 很恐怖的 因為他那種小孩沒有怕打針 有耶 其實有 就是我兒子 但是我兒子唯一怕的是 看牙醫 他真的非常怕看牙醫 但是因為小朋友你定期 你不管怎麼樣有沒有生病 你一定要去復服 什麼的 不要讓小朋友也很怕看牙醫 其實連大人都會很恐懼 所以我還特別挑那種 一走進去就像遊樂園的那種 兒童牙醫 其實你一走進去 他就是很多玩具 然後弄得很夢幻 但是你知道小朋友多精明 我兒子一走進去 他就看那個櫃檯 阿姨穿護士具 對 他一看就說 這是哪裡 這是醫院 這是什麼醫院 這是什麼地方 快帶我回家 然後看到牙齒的模型 就大哭 對 然後我就安撫他 我說沒有 這邊是個小朋友 都很愛來的地方 你看好多玩具喔 然後別人說就偏聽到 然後整間傳出小孩的尖叫聲 不要 然後我兒子就說 那什麼聲音 然後他也開始飆淚 然後他就很害怕 覺得怎麼這樣子 就安撫他 安撫他好不容易 他平靜下來也該他看診了 一走進去他躺著 他那個屠佛的棉棒 還沒有插到嘴巴裡 才剛碰到我 我兒子不知道哪來的神力 他就把那個我 他爸爸壓制他的手 這樣撐開 然後爆哭我就覺得說 沒關係啊 小朋友看牙誰不哭嘛 然後大概哭了三秒之後 就開始 噴吐 噴吐 然後就是噴得這樣 整間到處都是 就跟陳醫生一樣 那我當然就很豐富 我想說怎麼會這樣 然後那個醫生 感覺就是臉也很臭這樣子 醫生就沒關係 我有準備兩套 連鞋子都有 對 然後最後就請我們 回家這樣子 然後後來 所以沒有塗層喔 就也沒有塗佛成功 然後後來連續塗了三次 都這樣在裡面噴吐之後 醫生就說 對 我想那種狀況就是 真的會嚇到的狀況 可是有很多狀況就是 那種檢查 診療的過程中 真的很驚恐 所以過程比生病還要可怕 那個真的會覺得 到底什麼樣的治療 會真的把人逼死這樣子 有沒有遇過這種狀況 那就是 有些東西是真的很可怕 不是看起來很可怕 真的也很可怕 就是像我們最常見的就是 因為那就是我們遇到 就是年紀不大 可是就是外傷 或者是一些假勾炎 很常就需要拔指甲 對 那這個假勾炎 拔指甲的方式是怎麼拔的呢 就是因為你要把它整個都抽掉 因為過去它自己修 修完之後一直又插進去 一直假勾炎 永遠好不了 所以它就是只好拔指甲 那拔指甲的部分 第一個因為為了止痛 手指的部分跟腳趾的部分的止痛 跟一般打麻醉藥不一樣 一般麻醉藥你要做哪裡 你就打哪裡進去 那手指腳趾要打神經主段數 從手指跟腳趾兩邊的 主要是神經的位置 都打一根針進去 那根針針要直接戳到最底 然後再慢慢推麻醉藥 再慢慢拉起來 那拔的時候才是 最可怕最血腥的時候 拔的時候大家一般來講 不是平常指甲跟肉分離 一點點就好痛嗎 它就是要把它整個 鉗子進去把它整個分開就對了 它到底就分開就對了 滿清十大褲型耶 對 我覺得這真的是 滿清十大褲 人家有打麻藥 然後媽媽就 就一開始就看到 結果越看越可怕 看到一開始打的時候已經很痛 那邊很緊張 很喘 結果瞬間看到指甲 撐開那一槍 它就崩潰開始大哭了 然後結果開始說 就是前面所換氣過度來了 手麻腳麻 然後開始額頭發麻 甚至有點那種 快抽筋那樣的動作 結果老公趕快抱住他 想說趕快安撫他一下 那其實拔指甲真的不久 如果真的要拔的話 大概一分鐘左右 就都可以拔起來 那整個快速撐開 整個趕快抽起來 打完麻藥是不會痛的 只是撐開很恐怖 所以打的時候超級痛 因為沒有指甲保護其實應該 是 結束後 讓麻醉退了更痛 而且有時候再拔的時候 那個肉牙要去刮 好 天啊 那我問一下 他是不是要痛到 他整個傷口好 那要很久的時間 他指甲要長 指甲真的長很慢 一個月一公分 這樣慢慢地長出來 如果重新長的過程之中 你又沒有處理好 又穿很緊的鞋子 又過度地運動 或者是有把他腳 過度地揹在一起 他又再淡嘎一次了 所以就可以 就會再來一次 其實我們也可以 考慮結支了 其實我們也可以 也是不會這樣 但是 我也有類似指甲的那個 經驗 那個真的是 我第一次體會到 什麼叫做恐懼 其實我是一個家室 一手全包辦的女生 然後就是包括我也 自己都是定期會自己 拆解那個風扇 然後拆下來洗一洗 再把它裝回去 可是那時候 可能那一台風扇 它在扣子的地方 可能不是太好 所以我在扣回去的時候 完了 就一陣痛 就是因為 因為太用力了 然後我戒指甲 那時候流長就掀開 那掀開怎麼辦 我就看到我血一直狂低 那那時候我只 就家裡只有我一個人 我就手指握著 然後蹲在地上 夾在胯下 然後一直狂罵髒話 就只能這樣 超空的 超空的 以後妳自己沒有得當感 或是得了現在就剛好 對 在身邊手術就對了 然後妳知道這 但是等到妳也知道說 這個血這樣一直流 不是辦法 妳就趕快起來以後 妳就把它纏起來 就想辦法纏起來 可是滿地的血又怎麼辦 我還很勇敢喔 地上媽媽 我才出門 然後騎著摩托車 然後去醫院找醫生 那結果我就去到醫院以後 醫生又說 那這個我必須還是要看一下 妳裡面的傷口 到底怎麼樣 所以他又把我纏了上面 好久了 因為會黏住 所以妳會知道 對 然後 他那個指甲一線開始 又會一直狂妙 然後整個必須都是 然後他看到裡面 就是血肉模糊 我第一次感覺到人家說 看到血會昏倒是什麼 而且我第一次聞到 濃濃的血腥味 原來這麼多的血真的很腥 難忘 終生難忘 但是那在腸胃科的手術當中 有沒有什麼讓你覺得 自己也覺得有點驚恐 我們腸胃科就是 像剛剛大家都聽到 都是把妳什麼東西拔出來 對 那我們 對 不要講話這麼直白嗎 所以我們腸胃科 他部分的這個手術啦檢查 都是進入妳的身體 而不是出來妳的身體 那有一個手術叫做 就是有的這個病人 他因為頭頸部得癌症 他會電療 電療完他就脖子就硬掉 然後嘴巴打不開 結果他沒辦法吃飯 那可是他腸胃是正常的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 讓他腸胃吸收營養 這時候就要在他肚子打個洞 然後要放一根管子 進到他胃裡面 那這個手術叫胃躁 這手術要怎麼做呢 第一步就是 當然還是 你已經嘴巴打不開 還要照胃躁 就用那個超細胃躁進去看 然後進去以後我們把它找到 一個好的位置 就在他肚子上做個標記 然後接下去醫生 就要拿出一支差不多 差不多這麼長 一支差不多一公尺長 一根那個餵食罐 然後就要從病人的嘴巴裡 插進去 然後放進去我們用 一個導線導管 從他的肚子那個做記號的地方 用局部嗎 最後開一個小洞 然後我們要把它從這個 拉出來 但是拉出來的時候 因為肚子我們有附膜 還有肌肉層 所以當這根管子 你要穿過腹膜肌肉層的時候 實際 就是男生就一隻手 對 一隻手壓著 然後另外一隻手 把那個線這樣纏一纏 就用力一抽 然後這個時候病人就會聽到 他就聽到這個管子 把他的肚子穿破的聲音 所以通常我只要 撥完這一下 病人整個人就傻了 整個人就臉白掉說 然後就看到一根東西 從肚子這樣跑出來這樣子 所以他整個過程就是對病人來說 是滿折磨的 常常做完這個東西 病人都說 對啊 這嚇得都快嚇死了 可是現在不會那麼複雜 跟會可以全身麻醉 現在因為有已經進步到 大家觀念都滿接受說 只要做內視鏡檢 就有這個無痛麻醉 所以說大家這個接受度滿高 所以這些以前病人要承受很多 不必要的痛苦 現在就都比較沒有了 可是我要提醒一件事情 像我之前照過兩次胃鏡 他只是幫我喉嚨噴個麻藥而已 可是醫生也不知道 原來噴個麻藥 會造成我這麼嗜睡 我離開醫院 我開一小段而已 我就快睡著了 你就是那種吃麻油雞 會昏倒的痣 對 一碗就醉的那種 那下次你要麻醉叫我一下 我問一下你提款卡蜜 你不是要看我回家 我還以為你這麼深深 要看我回家 可是他們有時候真的 在麻醉了 現在是旁邊的嗎 對 他在騙錢 他在騙錢的 所以那隊是天成的會土針 他們那個就是會 打那個靜脈式麻醉 我會打有些甜湯明 他那個就是以前那 審慕病毒 對 以前以前後 他就會說那你叫什麼名字 我說我叫中心 就不見了 對啊 搞不好就不見了 不過像這些是真的要治療 沒有辦法 那有些是愛飄料 那就沒辦法了 好接嗎 對 因為那個眼袋手術 真的是可怕到一個不行 我精神精神 是絕對不會再做 其實好像真的很恐怖 對 因為他那個眼袋手術 它是局部麻醉 所以他那個針 是活生生從你的下眼瞼這邊 插進去 所以你其實都可以看到 你的眼睛要真的非常大 那你就眼睜睜的 看著那個針這樣插進來 然後你在弄完之後 你就會聞到一陣就是 烤肉味 因為那個醫生在 電燒我的肉 還是滷什麼的 你就會聞到一陣燒焦味 而且他邊燒 還會痛 因為那個醫生 可是你怎麼說打麻藥 對 因為那個醫生 我就說醫生會痛 他說對啦 因為眼睛比較敏感 本來就會痛啊 很正常好不好 然後我說 很害怕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燒完肉之後 你就會聽到很大聲的 尻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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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金屬超級的聲音 你就感覺到那個醫生拿那個工具 很用力的在挖你眼睛下面的骨頭 一直挖一直挖 而且因為其實醫生做這個手術 都很輕鬆 他還在跟那個護士聊 今天的什麼 今天頭條是什麼東西啊 什麼就開始在聊天 妳是認真一點嗎 對 我就很害怕 他手一滑會戳到我眼睛你知道嗎 因為他很用力的 在這個眼周附近刮 好 最後弄完了 好不然就開始縫合了 醫生最後就跟我說 好 那我們現在就結束了 就做得很完美 我就想鬆一口氣 終於可以放鬆 然後他就接著說 終於是 他喝兩次 都喘在那邊 都讓我走 不過真的是大人啦 對不對 小孩子的話那個 小孩子我們偶爾會遇到 例如說小孩子那個 腸阻塞太嚴重 肚子整個脹氣敲起來 像打鼓 然後X光片一照 怎麼全部都空氣 還有一些糞水在裡面 我們就說媽媽 這個感覺起來 他真的沒辦法排氣 沒辦法大便 那我們是不是幫他放一支鋼管 那我們就 也是一樣側躺他面向對側 他看不到醫生在他的背後 所以我們就從屁股裡面 慢慢地把這支鋼管 從鋼人慢慢放 然後放到好像你開那個 香檳 裡面那個空氣就開始出來 然後你就會看到糞水 就開始出來 那孩子一開始掙扎 那爸爸固定 媽媽固定 他也知道掙扎不了 然後後來我就說 好 不要緊張 已經好了 現在已經開始要貼了 因為其實他進去身體裡面 可能15公分 可能20公分 但是這個鋼管到尾端 軟的 軟的 他是需要接在一個袋子上面 收集他的糞便 所以小孩子還是很緊張 可是爸爸媽媽鬆了一口氣 所以爸爸媽媽放鬆 結果那個孩子就瞬間轉身 我就看到那個鋼管就在 空間 糞便飄出了一個很美麗的弧度 所以有第二套衣服 因為小的科醫生就是 習慣都會有第二套衣服 只是這一次 在我把衣服趕快換掉之後 先抱著馬桶 吐了一下 才開始穿上新的衣服 然後這個就是鋼管 鋼門的鋼屋 幫忙孩子把那個空氣 脹氣排出來 通常都是比較嚴重的時候 才會用的 那終於是你們有準備 第二套衣服 大家也會遇到這種狂況吧 我們還好 因為我們做任何的手術 或什麼任何的治療的時候 我們都不會穿自己的衣服 我們會穿醫院給的衣服 就是隨時都可以換 有無限的可以換 那我們這一科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疾病 叫做 那一樣是在背部 那它這個就比較想成一個 像粉流跟大痘痘 那我之前碰到其實就是 有一個媽媽照顧小朋友 不眠不休 免疫力比較差的時候 它就有個腺體發炎 可是因為很忙 它可能也不是很有概念 這是什麼 它拖得有點久 那像以前比較沒有經驗的時候 病人這樣來 我就會講得很實在說 那個等一下就是 把一個刀進去 然後劃開來 裡面就讓濃流出來 然後我就拿一個進去 東西進去烤...把它烤一烤 那血水讓它引流出來 再把它洗一洗 沖一沖這樣 有個那麼大的傷口 然後你可能會 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才會好 然後我之前 想得好精鬆 這麼講完之後 有一個病人 就最後我的結語是 那你去�台領個麻 等下回來幫你打一點點 然後我們開始做 它就消失在人海裡面 什麼 不要回去 太可怕了 從此之後我就會跟病人說 因為不管它那個濃包多大 我就會說 我們打一點點局部麻藥 痛一下下 然後拿一個針把它挑開來 裡面這樣東西 把它引流出來 你就會舒服了 講到這裡就好了 聽起來病人就願意治療 因為通常 做的事還是一樣 就打一點局部麻藥 再把它劃開來 裡面就沖沖了 拿一個刮勺把裡面刮乾淨 然後有的時候那個傷口 會因為被濃撐得比較大 所以它真的會需要刮乾淨 那要恢復時間會比較差 但不要讓病人害怕 他們通常要恢復期的時候 就會覺得比較沒那麼痛 可是像這個不做逃回去 還滿危險的 因為有一些 就後來甚至變成那個樓管 就整個從這邊 就等於屁股外面跟肛門裡面通了 對 然後有些後來會變成很嚴重的感染症 所以不能夠隨便逃走 可是像我這種是 我就是不知道 然後我之前 因為我之前車禍嘛 然後後來我因為 那時候可能沒發現 結果後來隔了一個月之後 我去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牙齒怪怪的 什麼吃東西都一直繞了 然後我就是想說 欸是不是我牙齒有問題 我就去看醫生 結果 結果結果醫生幫我照了X光之後 他坐下來 那個X光片是還沒有拿 因為那時候還是X光片 他還沒有坐下來 他都說 小姐 妳下巴斷了妳知道嗎 你有發生喔 對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 我車禍的時候 有一根鐵這樣飛進去 所以我把我的下巴打斷了 結果我不知道 結果他就斜斜的這樣裂開 然後因為沒有不知道嘛 結果一個月之後 人體是很奇妙的 他就癒合了 他就這樣歪歪的癒合了 所以我的下巴 他就一直歪的 然後就很容易吃東西 就繞了喊 結果結果就是 我必須要去做 類似症惡手術那樣 就把骨頭打斷 再從這樣子 天啊 而且因為它是 把妳的骨頭切開嘛 所以它就流了兩個小水 因為它會一直流血 就流兩個小管子 然後旁邊有兩個幫浦 接住妳 一直不斷流出來的血水 然後呢 因為妳的下餓是被切開來 所以它的那個 接合的地方是 沒有辦法接合 所以它是 用鐵線 把妳的那個 上排牙齒 跟下排牙齒 就是本來不是這樣嗎 它就把它用鐵線 繞繞繞 像帶牙套 然後再枯像鼻巾那樣 把它倒 縫起來 所以我的腳嘴巴是被縫住的 而且因為它都是鐵絲 然後所以我就 張開來這邊 全部都是鐵絲 而且都不能吃東西 不能吃東西 而且很痛 因為它是鐵絲啊 出院之後我就回去上班 可是就嘴巴被縫住 我總是都叫人膜 好壞喔 好壞喔 人膜 嘴巴都要縫起來 好可怕 然後就要喝了 兩個月的那個流脊 可是我覺得有一些手術 它雖然很恐怖 但是需要做還是要做 其實我採訪印象中 最深刻的一個案例是什麼 我想大家 我講大家可能有一點點印象 那個時候呢 是有一個小朋友 他其實出生的時候 就是合併有一些心臟的異常 叫法洛斯四合症 就是一個心臟的異常的 先天靜的異常 那所以等於說 他出生之後 他照顧上也相對困難 不是很好照顧一個小孩 那就是說他的牙齒 就沒有顧得那麼好 那剛剛大家都知道 一般的小孩 去到牙科 已經是針達又吐又幹嘛了 那他那樣的小孩 去到牙科 有時候一掙扎 可能就黑掉了 你懂嗎 因為他們容易一些心臟 就是缺氧幹嘛 那到最後呢 他因為牙齒實在太爛了 一口大爛牙 所以一般的診所沒有辦法處理的 他只好去醫院做 那那時候醫院的做法 考量說 他的心臟有問題 這麼多牙齒都要處理 那是不是乾脆去用全麻的方式 一次幫他處理比較多顆牙 所以那個時候呢 醫院就不還 醫學中心就採取全麻的方式 幫他處理牙齒 你也知道他的牙齒 本來有多糟糕 因為真的沒有辦法處理 處理13顆之後呢 做完的時候是OK的 醫生本來覺得 做得很好 就處理得很好 所以沒想到他的 他的最後的問題出現在哪裡 麻醉要醒的時候要拔管 管子要弄起來 他在拔那個管子的那一叉呢 他產生氣管軟縮 就他那個軟縮 那你就一縮起來 他本來心中就不好 一直縮起來 後來處理沒有那個 後來他就死了 也要講個反例 我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有一點點的自閉症 那自閉小孩嘛 你叫他顧牙齒 刷牙什麼 不可能 他的舌頭不張開 很害怕這樣 可是他不斷都有在早療 所以他自閉的症狀是越來越好 但問題是他的牙齒真的是 也是一樣 一口爛牙 爛到牙科醫師 根本沒辦法處理 然後後來呢 其實他有看到那個新聞 但是那個牙科醫師就說 真的是特例 因為他可能那個心上 對… 那媽媽當然也後來就是 我也勸她 我說你要聽牙科醫師的話 你這一口爛牙真的是 你這樣以後你的橫齒 也會有問題 所以後來他就決定了去 後來他很感謝那個牙科醫師幫他做的 他也是全麻 然後把他全部都修好 然後裡面就是都是銀色的這樣子 但是至少他已經解決了 他以前小時候因為自閉症 不敢去把牙齒顧好的那個後遺症 他也把他阻斷了 從現在開始他要好好刷牙 事情就沒事 所以也是有好的例子 我想這個決定有時候很困難 反正就聽醫生的話吧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一集聽完之後 很害怕 但是結論是 再怎麼害怕 我們一定很像看醫生好不好 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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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因為大家每個媽媽都知道 玫瑰疹這三個字 所以只要看到小孩身上出疹子 就說這是玫瑰疹的 玫瑰疹這樣 那但是我們要強調 不是小孩的玫瑰疹 就是玫瑰疹 首先呢 你如果沒有發燥的話 就別想了 因為 玫瑰疹通常一定會跟著發燒一起 那第二個呢 就算有發燒 就算有疹子 那也不見得是玫瑰疹 因為第二個是年齡 大概是在 六個月到大概兩三三歲之間 所以你小孩子已經很老了 已經四歲了五歲了 大概也不太可能是玫瑰疹 了解 那第三個 就算你的孩子有發燒 有疹子 年齡也符合 但是 有很多其他的病毒 也會有一些疹子 也會有發燒啊 像最有名的腸病毒 他也有可能是 以發燒出疹子做表現 不見得有 喉嚨會破 不見得手上會有水泡 所以這種 通稱所有的病毒疹 所以玫瑰疹 其實也是病毒疹的一種 只是說 它特別有特色 剛剛的特色我已經講過了 那這個病毒 當然比較學術一點 它是 泡疹病毒 第六 第七型 Anyway 總而言之呢 下次你的孩子 有發高燒的時候 然後出疹子的時候 先不要立刻 就覺得說 那一定是玫瑰疹 我的小孩安 你還是給醫生看一下 確定你這個 沒有其他的疾病 那大概你才可以放心 再見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對